疫情尚未趋缓 16号卧皮斯潮流 卢松明张慧文夫妇 赠送金宁乡公所护目镜一批 强化第一线清洁人员工作的抗净防护 由乡长戴伟接受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想捐个护目镜 给在第一线的清洁人员 还有我们新府的乡公所各位同仁 他们面对我们第一线的乡亲都很辛苦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保重自己 然后希望这个疫情快点结束 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谢谢大家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严峻时刻 卧皮斯卢松明还有张慧文夫妇 添购150副的护目镜 让金宁乡公所清洁队员 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达到抗菌防护 疫情从去年都延烧到去年再起 我想近期的话 我们公所也配合整个一个 宪政的一个疫情政策 那也谢谢我们在座的话 有很多各界的一个赞助 那今天的话我们的卢先生 他也赞助了我们的防护罩 让我们的清洁队员 能够在工作上一个需求 那我想这次的疫情的话 我们公所的配合的部分 我们出了一个社区的消毒 还有一个机关公共社部分的消毒 还有乡亲的需求 只要乡亲们的需求 我们都全力给配合 在严峻的疫情之下 身负前线的工作者 坚守岗位非常辛苦 而且面临感染风险 对于卢松明张慧文夫妇的 疫情善举值得大力的赞扬 对于卢联系统